歡迎大家回來今集的哲學有計談 我是你的主持人楊俊賢 我們上一集已經講過關於上帝傳不存在的問題 但我知道關於上帝的哲學問題 是很多觀眾非常關心的課題 所以你說過一集怎麼夠 而且其實哲學裏面是有很多不同的傳統的 所以上一集我們其實用了一個比較英美分析哲學的傳統 去討論究竟上帝存不存在的問題 於是其實我們不可以用英美去講完所有的 我們今集所以決定再來一集 就是嘗試用另一個傳統 就是西方裏面有一個叫歐陸哲學的傳統 去討論究竟上帝是甚麼來的 上帝這個經驗又是甚麼一回事 這個哲學問題 今集我們就請到我們多年自由 事實上也是對這個問題有很深研究的 Mentos 鄧文濤 上來和我們一起討論這個題目 另外我們的嘉賓拍檔就是 另外兩個主持拍檔就是阿裕和金仔 也是在我們一起討論歐陸哲學的時候 經常都有的引腳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直接開始討論一下 其實我們上一集大家如果有看的話 就是我們都講了很久 究竟上帝存不存在呢 用了很多不同的論證 不同的理由去討論 究竟上帝 我們是有多些理由相信它存在 還是不存在 但為甚麼我們今集還有得說呢 除了那個題目可能會不同之外 其實會不會那個進路上 我們今集說 所以試試用歐陸或其他的哲學 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會有甚麼不同呢 我想其中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之前那一集 或者是比較用分析的方法 去處理上帝的問題 很多時候就是其中一個課題 就是到底上帝存不存在 我們有沒有理由相信上帝存在 在甚麼證據 甚麼類型的證據 和甚麼討論之下 令到我們覺得 上帝是一個存在的對象 他的存在是怎樣的 某以下你可以說 很多時候 就是很隆斷地說 就會將上帝成為 就是當成是一個知識的對象 或者是認識的對象去探討 然後研究他 他有沒有存在這個屬性 或者他是不是存在的 但是有一些 譬如 又是隆斷地說 歐陸哲學的一些做法 就是可能比較少是傾向在這個 將上帝體成為認知對象去探討 而很多時候他們 不是直接去給一些所謂 具體的論證 就是上帝是一個怎樣的存在者 有甚麼理由 有甚麼論證去證明存在 而是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回歸到一些 我們的生活的經驗 或者回到我們對於上帝的 或者對於某一些超越者的宗教經驗 從而去說明究竟我們在甚麼意義下 在甚麼脈絡 或者在甚麼經驗之下 開始去某一些意識到 或者某一些意識到 去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從而在這裏開始 不是用理論的 而是比較 就是比較近生活的經驗 從那裏出發去說明 究竟宗教在人的生活中 或者在我們的文化中 是甚麼一回事 我想的確歐六鐵學 比較強調 就是經驗和感覺的一面 的確英美哲學都會說很多理由 但歐六哲學並不反對說理由 但他會更多就是強調 剛才所說的經驗和感受這兩面 所以就首先由經驗開始 又不是一開始 將上帝看成為一個 我們要討論的對象 即不是論證 我最小的存不存在 而是論證上帝存不存在 而是究竟我們怎樣 經驗到一個叫做上帝的東西 然後才去討論它是否存在 我想可以這樣概括的就是 譬如我們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討論方法 譬如有個第一 論證這樣舉個例 就是所有東西都是一個原因 於是每一樣東西都有原因 有原因 最終一定有一個最終的原因 所以就有個理由 相信有這樣的上帝存在 這個當然在很久之前已經有討論 不是英美哲學 但這個似乎的進度 就比較近次我們現在會講的 或者上一集用的 那種英美哲學的討論方式 就是嘗試用一個 不關我們經驗的事 但我們覺得有些理由出發 譬如剛才那些 就是每個東西都有它的原因 於是我們就可以找一下 最終有個上帝 這個是用理由的方式 即是生日預言 用論證的方式給它 為什麼你有理由 相信上帝存在 但是歐六 就似乎是 剛才他們說的 就是經驗和感覺 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可以首先 不是說一些 離開我們的經驗的一些原因 去看看上帝存在 而是說 不如先不要理會 存在先 回到我們那個 如果有經驗過宗教 或經驗過上帝的話 這個經驗是什麼 是怎麼一回事 分析那個經驗 從而看一下 可不可以找到 多一些對於 宗教或上帝的一些 理解或看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有個問題想問 就是我們想說 這一集想說 就是宗教經驗 但是所謂宗教經驗 其實是包括些什麼 你想想 我們如果說宗教經驗 就應該不只限天主教 或者基督教的那種經驗 佛教可能有某種 體會的經驗 但是在佛教 可能去進行 打坐 某些儀式的時候 它不牽涉到 可能不牽涉到 世界第一因的理解 或者可能 某些人追求這個 第一因的時候 它那種第一身的體驗 和在基督教世界裏面 可能進了教堂 和上帝敬拜的時候 那種體驗會不同 於是我就會問 這兩種 甚至乎 各個宗教裏面的差異 怎樣可以講到一套 即我們限定的範圍在哪裏 所謂的宗教 知為宗教的體驗 甚至乎 我們要講宗教經驗如何可能的時候 那個範圍在哪裏 就像是一個統一的對象 好像不同的宗教 我們說它有不同的經驗 但沒有一個統一的 即是佛教 或是基督教 或是基督教 或者是道教 相應的所謂的宗教經驗 都可能很不同 中間就好像沒有一個統一的本質 去貫通所有的宗教經驗 這個問題 即是說愛情也是宗教 應該有點不同吧 愛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經驗 甚至愛A、愛B 就是偉小寶愛七個老婆 應該有不同的經驗 否則不用愛七個 我猜如果回到這個圖 可以這樣 第一就是 當然不同宗教 可能有不同的宗教經驗 我們正正正要問 其實我們要看回 如果我們不回到我們的經驗 我們根本就不能夠說到 其實那些不同的宗教 會不會是共通的宗教 即是如果可能發現了 其實佛教和基督教的經驗 是完全不同的 分分鐘我們可以透過分析的經驗 發現其實是兩回事 有機會 所以又反過來說 可能不是其實是一回事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也要看回那個經驗 會不會其實有些共通的結構 使得我們都可以稱它為宗教 如果是歐六這樣做宗教哲學 一個大的進度就是 不同的宗教都可以有它的經驗 去分析審視的經驗 之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它們之間是甚麼關係 是其實不同的 是樹別的東西 還是統一的 當然今集我們的主題 就是比較專注在 我們像上一集想關 就是西方一神論 甚至在貿易之上是 基督宗教傳統下面的 我想特別多人關心 很多觀眾 那個意義是上帝 那個意義下的宗教 究竟是怎樣 剛才說的就是 究竟是有一種 還是很多種宗教的經驗 其實我們就是先看看 那一堆所謂宗教經驗的內容是怎樣 我們今集就是先專注在 其中一個某一個 paradigm case 就是某一個 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 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 就是西方 譬如天神 甚至特別是基督宗教 那一種所謂宗教的經驗 我知道呢 我們其中一個講宗教經驗的時候 很常會講的一個智學家 就是一個 歐陸宗教 歐陸宗教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丹麥智學家 叫做奇克國 是的 很出名 就是丹麥裏面最有代表性的智學家 都是說是存在主義的先驅 或者是第一個存在主義者 存在主義智學家 大家可否說一下 奇克國說些甚麼呢 就是 他有甚麼特別的位置 可以放進去分析宗教經驗 宗教是甚麼一回事 他會怎樣說呢 我想有兩個地方可以說的 就是我們剛才都很強調 歐陸和英美在側重點有些不一樣 而奇克國就正正提出 我們生命有三個階段 分別就是感性階段 倫理階段 以及宗教階段 當我們說感性階段 很多時候都是純粹感受 如果這個面向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 可以說就是萬遜的那一種情狀 另外一種就是 即是你用來應用在宗教上面 即是如果你留在感性階段 講了相信那個宗教 是嗎 沒錯 如果倫理階段的話 通常就是講那些理由、規則 如果應用上去 就好像只是講一些 論證 去到宗教階段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很強調就是經驗 就是情理兼備 即是如果我們說感性階段就是講情 倫理階段就是講你的話 對於奇克國來說 宗教階段就是情理兼備的一個形態 就會很強調這個體驗和感受 我想知道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是 我覺得奇克國是很有趣的 就是他 譬如上一集英美 我覺得是討論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有沒有理由 相信他存在 就給一些理由 看理由夠不夠強 如果多些理由說他存在 就相信他存在 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存在 就不相信 於是其實 某一次上來講 就是看成一個 一個知識的對象 來的 就是看有沒有足夠的理由 就是看成一個知識的對象 論證 甚至理論 甚至理論 去讓我們要有信 或者不信的出發 但是剛剛 如果Mentos這樣說 就很不同 其他人正正是覺得 這樣就不是宗教 我猜他的說法 就是因為 他說心裡有心的階段 如果你只是講理由 仍然是講 某一次上是第二階段 或者第三階段的 頭一部分 就是 你仍然看一下 在理性裏面 有沒有足夠理由 使得我們信 或是不信 將它看成一個知識的對象 但是 其他一個很出名的概念 叫做 Leap of Faith 就是這個 信心的跳躍 是 很多人都知道 他正正是覺得 如果我們 要講宗教的經驗 我們想一下 其實是甚麼一回事 信一個宗教 我相信上帝 更合心的是 不是將它看成一個 知識的對象 不是說 有理由 沒有理由 於是我信 或者是不信 而是 其實說到底 就是沒有足夠理由 是證明不到的 如果證明到的 是知識 但是 宗教核心 就是你想一下 我們關於宗教的經驗 或者在基督宗教裏面 真正它覺得 核心的位置就是 經驗使得我們 就是沒有足夠理由 但我們仍然都會信 所以它不是說 不是這樣說 不是說那種以下的信心 是說信仰 但某人 也補充一點 就是剛才 袁叔叔提到的 就是 沒有足夠理由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不需要說理由 因為剛才有一種說法 就是 好像 說到 其實 英美一些的 或者是一些 一般的宗教 就是我們可能有理由 相信 譬如上帝是存在的 或我們有理由相信 神應該是一神的 而不是多神的 就是找這些理由去做 然後剛才 好像說到 很重視情感 或者經驗 或者感性的部分 其他人的說法 就是我們用信心 我們信就可以了 但其他人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說的那三個階段 是一個遞進來的 好嗎 其中就是想嘗試去說明 我們怎樣由一個 去到下一個 再去到下一個 而中間 它說那個 倫理階段裏面 或者說理由的部分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在那個部分 窮盡了 所有我們能夠用理性 去把握的 上帝的那個領域 或者是用盡了理性 可以做到的東西之後 都發覺原來還有一些是不行的 還是沒有辦法窮盡 我們宗教的經驗 或者沒有辦法說明 究竟我們宗教經驗 最核心的部分是甚麼 那時候它就有一個 信心的跳躍 就是一跳就是去到 就是走完理性的路之後 就跳一步去到 信心或者宗教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集 今次就可以講到 信心的跳躍 怎樣可以解釋到 我們的宗教經驗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講一下其他一個 會不會用其他方法 去繼續解釋 歡迎大家回來這節的 之後有解釋 我們剛剛上一節就講到 對於奇克國來說 有三個階段 而阿玉的補充就是 它不只是說信心的跳躍 不是,只信就可以了 又不只 因為是一個層層遞進來的 所以首先我們可能 都要窮盡了所有關於上帝的理由 即是在ethical 即是倫理的階段 都要結束 我們先去到下一個階段 就是 都是講不夠的 而我們宗教經驗很重要 就是 所謂相信上帝 就是在於 就算窮盡了所有理由之後 我們都不足夠 然後還有一個位置 是叫做faith 信仰 所以就是信心的跳躍 這個位置 於是可以補充回 Menthal剛才說 為甚麼是情理兼備 因為他的情 都是建基於第二階段 有個利在下面 我估計是這樣 好像 其他人除了 就這樣說 這部faith 還有一些具體例子 是說明他這個說法 非常好 沒錯 其他人除了說這個理論之外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阿伯拉罕 傳說中幾百歲的名字 沒錯 聖經裡面除了說他長壽之外 另外一個經典的故事 就是 說他獻上自己的兒子 給上帝 很多時候我們聽到之後 都覺得不可理喻 神經病 竟然殺著那個兒子 獻給他 而且在故事說到 他是老來得子 對 以此那個年代未開始 說不生兒子 有兒子是很重要的 我沒有叫他成侵 成百歲 才拿到兒子 但接著竟然看到上帝的聲音 突然聽到上帝叫他犧牲兒子 對 把兒子獻給他 那他就去了 那他就真的去了 用當代的說法 他老婆也是高齡產婦 很危險 這樣生到兒子 也很重要的 獻上兒子 是否對得住他老婆 對 我們通常聽到 都會覺得擺明蠻順 但在其他哥的解釋裡面 他會說明就是 其他哥其實有對於上帝的經驗 因為那時候 在舊約裡面 上帝會直接跟其他哥說話 所以他一方面有相關的 阿伯拉罕 他有相關的 阿伯拉罕 他有相關的 他有相關的經驗 上帝會直接跟他講話 所以他一方面不是蠻順的 不是人云亦云 聽完就算 同時他也考慮過 當時不同的社會規範 各方面 他發現原來 一切的道德倫理規範 都是來自上帝 所以他經過一連串的思考之後 他發現 獻上上帝 抱歉 原上的底比上帝 原上的底比上帝 原來是情理兼備的 你今天奇妒大話 告訴你 不好意思 不要緊的 你繼續說 所以你會發現 阿伯拉罕這個故事 其他哥詮釋之下 他是情理兼備 原因就是有什麼情 就是他有相關 對於上帝的經驗 以及感受 有什麼理呢 就是他發現 原來所有的道德規範 都是來自上帝 所以去到最後 他有一個跳躍就是 不理其他人怎麼看 他都要獻上自己的兒子 給上帝 其實是情 以及利兼備的一個故事 我想這裡我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其他那個說法 似乎好像將兩樣東西 倒轉了 就是我們傳統上都覺得 我們是以知識來正成宗教的 就是你找了一些知識 有什麼理由 然後正成到上帝的存在 然後我們又去信了 所以是有知識 然後正成宗教 然後我們才相信 但好像其他那個說法 就是我們其實這個位置 是調轉了 就是他說 我們首先是要先相信 然後才有宗教經驗 就是似乎他好像 那個grounding倒轉了 就是我們不信上帝的話 或者是不信某種宗教裡面的一些想法 在裡面的宗教經驗 似乎是完全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其他自己未必 我覺得其他自己未必有這個說法 就是我猜他更加多的做法 是我們分析回我們的宗教經驗 其實中間一定不只是說你就說完 就是因為原本有舊的那些說法 就是剛才金仔說 理由就可以正成宗教 就是說了理由之後 有或者沒有就信或者不信 我猜其他想說的就是 其實這個不夠的 我們的宗教經驗告訴他 理由演外還有一層的 那一層就剛才說信心的跳躍那一層 那個是有的 但是不是首先不說理由 先信了 信完之後才會有相應的經驗 還有再找回相關的理由 我猜其他就未必會有這個說法 因為剛才第一就是他有三個階段 所以他都會有機會 他應該先說理由 再下一步是有一個跳躍 你也要有一個基礎給你跳起 就是在先說頭兩個階段 反而反過來就是 可能中世紀那些神學家 或者神學哲學家 他們就會先某些東西先信 或者先是由一個聖經作為 或者他們的教義 作為他們的基礎 然後再說裡面的理由 就是神學哲學 知學作為神學的屁 然後啟蒙 或者現代哲學 很多時候反過來就是 究竟有沒有上帝 我們要給理由 我們要足夠的證據 或者理性 去證明上帝存在 我們才信 或者信是信多少 或者信些甚麼 但反而去到齊一個 其一個就會有一個 我以下將他們統合了 不是純粹信 不是信仰和理性分開 而是嘗試將兩者結合在一起 先有理性 之後再去信 我幫我澄清一些 觀眾怕誤會 其他一講和其他一講 不是很難的 是同一個人 因為有時候有兩個翻譯 我們有時候會 兩個都會說到亂了 沒有人以為兩個很像名的 節目開始之前已經談過 是用一個 不過說到極都是會 是啊 不要以為兩兄弟在討論 雖然其實其他一個很有趣 他很喜歡用兩個不同的筆名 幾個有很多不同的筆名 然後會有對話 批評自己 批評自己的自己 這是很有趣的寫法 雖然他沒有用其他一個 或其他一個 兩個不同的名字 就是少年人太年輕了 以為真的有這麼多人看你的書 只是自己寫的 沒錯 我們其他一個 講到這裡 我最後的結論就是 其他一個說法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覺得 講宗教或基督教 是講教會 講根據某些規條 教會給你頒布的規條 要跟 但是對於其他 那個人就不是 最終他有個說法就是 就是 truth is subjective subjective 就是 真是我個人 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因為不是教會 告訴你 你要跟一跟 那個還在第二 那個倫理學階段 真正還要是 那個自己那個 信心的跳躍 那一下 使得那個所謂真理 是在那個subject 在我自己的主題上 而不是在其他人的 所謂objective 確實上 我猜其他 那個討論差不多 我們嘗試是時候 去到我們今天的另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想當代有一個 法國之後交出名的 叫做 馬希翁 中文名叫做 馬希翁 馬希翁 當中討論宗教的時候 它有幾個不同的進路 而其中一個進路 就是很符合今天那個主題 就是從宗教經驗 找某些特別 不是宗教 甚至是平時的經驗入手 都可以發現到 原來有很多宗教而行 透過分析那些經驗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開始講一下 我們可以由一個 很出名的盆派開始 叫做現象學入手 去講一下其實 馬希翁都用了 某些現象學的資源 或方法 去處理這個 宗教經驗的問題 因為 馬希翁其實就是 你可以說是當代法國 教學入面 最重要的一個 其中一個的現象學家 當我們回到這個主題 就是今天我們講 不嘗試將這個 上帝看成為宗教的 或者知識的對象 而看成為 著重一些宗教經驗 其實 為什麼特別要講馬希翁呢 就是因為 他的現象學背景 其實很 切合我們今天的做法 就是現象學 很籠統地講 其實有一些很基本的 一個方法的要求 就是第一 就是他所謂原覺這個概念 就是他嘗試將所有 他探討的對象的存在本身 劃開了先 就是擺入窟戶 這一點就是 他不嘗試去探討上帝 是不是存在 他是怎樣存在 存在在哪裡 他是跟經驗世界 存在有什麼分別 他就不探討上帝 作為一個存在對象的問題 而回到究竟 我們怎樣經驗到 那個上帝 即是我們無論上帝 是不是存在 我們都有相應的經驗 即是沒有這個經驗 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相信 可能是因為經驗而相信 所以就先 撇除了對象的本身 而回到我們內在的 或者我們自己主體的 那個經驗方面 現在最重要的這一步 就是回到主體經驗的時候 可以說很多東西 就是我們不用去探討 究竟上帝是不是存在 究竟給了第一的論證 還是所謂本體論的論證 先 而回到我們 究竟我們本身 究竟怎樣經驗到上帝 而中間所謂開展出來 究竟那個 宗教的經驗 或者上帝的經驗 是怎樣 所以現象學在這裡 有一個特別 切合我們這種 勾露自由的做法的時候 有一個這樣的幫助 而且我覺得現象很棒 有時候 有些人說 你分析我的經驗 人人都有 沒有分析 就是現在常常從一些 人人都有的經驗出發 可以分析到一些 我們之前沒有想到 或不知道 留意不到的東西出來 而譬如Mark Hume 我知道他是由一些 看下去似乎不是 宗教相關的經驗 譬如藝術 看畫 或者我們稍後會講 其他的經驗 例如教堂 去行山 這些經驗出發 可以讓我們見到 一些很特別的 宗教的意涵 尤其是他在講畫的時候 就特別帶出了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不可見的 the invisible 他講 其實上帝 某意思最終可以在這個角度 出發去理解 但我們最初是由畫開始 可以怎樣說 怎樣由畫到 看到一些 invisible的重要性 我們可以先看 先看畫希翁 對於聖母的分離 這幅拉菲爾的作品 去怎樣看 我們可以一起看一下 那幅作品 那幅作品 有看到很多可見的東西 包括一開始看到 中間有些什麼人 就是聖母 聖約室 以及中間有一個牧師 我們通常一開始就會看到前面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外面 其實有一個拱門 雖然這裡有點暗 但是只要看清楚的話 其實上面這個圓拱頂 就正正是一個拱門 我們通常一開始就會 會focus在那批人那裡 但是呢 拉菲爾呢 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他想顯示出這幅2D的畫 其實是有深度的 所以我們再留意的話 從那些人後面的一些線條 我們拉去了 後面再一重有深度的一個建築物 就是那個教堂 但是呢 這個教堂 並不是整幅畫終結的地方 他還有一些更進一步的地方 就是原來建築物裡面 都還有一道門的 那麼他想透過這幅畫 顯示出一個吊詭的地方 就是2D平面的可見的東西 他背後為什麼可以顯示出3D深度呢 就是透過一些不可見的東西 包括例如線條 例如建築物後面的這道門 它的天空呢 可以顯示出它有一層一層一層 那些人的深度 那麼在這裏呢 他想表達出些什麼呢 就是可見的東西 包括人、建築物 為什麼可以顯現到自己的特性可見呢 就是要透過一些不可見的東西 包括天空 包括隱藏了在畫裡面的一些空間的佈置 線條 那些其實不是一些具體的object來的 不是一些對象或事物來的 某個意思來說是 譬如教堂那道門仔 後面顯示了天空 顯示了好像有些東西 托住了前面我們看到的那些東西 包括人、教堂 顯示了它們的深度和它的存在 就是由後面那些似乎 在意下不是一些東西 被我們看到的去托住它 好像層層遞俊 首先由那個我們看到的最接近的 然後慢慢有一個 它用透視法的方法 慢慢一直把我們 由那個線條拉到教堂 然後透過那扇門 空了 然後後面有一個天空 就覺得好像一個不斷延伸的背景 無限那麼大的一個牆域 去支撐著整個畫的結構 可以這樣說嗎 對呀 因為這裡很有趣就是 後面那裡其實不是一些東西 它沒有畫任何東西 但是那些事得前面那些有可能 好了 那我們今集呢 今集先講到這裡 我們回來繼續由畫去講 如何可以由這些畫的經驗 看到有宗教的意涵出來 歡迎回來這一節的自由有計談 我們上一節剛剛講到 就是拉菲爾那幅畫 顯示了似乎 就是我們有一些叫做invisible 不可見的的東西 是托著了那些 visible 那些我們看到的那些不同的 object 那當然又可以有些 我猜有些觀眾會有疑問 就是 喂 為什麼說到invisible 其實就是一個普通西方 發明了的一個繪畫奇法 偷視法 就是由不同的 近一點就會寬一點 慢慢斜去一個統一的出發點 那這個斜出來的方法 就令到我們看那幅畫的時候 會看到一些東西的深度 那就可以了 就是為什麼要說the invisible 甚至會把他因而拉去趕上去 哪有些invisible的 就是哪有些不可見的 全部東西都看到的 你有沒有看不到 就是剪輪也好 都看到後面的 invisible 什麼都看到的 是 好了 馬希翁 就正正想點出兩點 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就是其實透視法 我們很多時候認為是一種古典繪畫的技藝 但是首先馬希翁認為 它是我們看東西的一種方式 它是一種技藝 固然是對的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技藝出現呢 就是因為它是模仿我們看東西的一種方式 第二點要補充就是 其實那幅畫的而且很多都是可見的東西 不過它那個vanishing point 它那個透視的消失點 就正正是一個不可見的天空 它不是一些東西來的 它不是一個具體的object 也都不是具體的一個物件 或者人物 所以其實它是一些不可見的東西 所以馬希翁會說 這個透視法可以做到那個立體 或者深度的效果 正是因為它 反過來 是它confirmed 或者match到我們原本體型的方法 而我們原本體型的方法 就是會有一些 我們其實叫invisible的東西 是托著那些invisible 才可以使我們看到那個深度 以透視法反而是模仿 成功模仿我們這個結構 所以才有那個效果 而剛才為什麼選這幅畫呢 這幅畫最突顯到 它的消失點是不是東西來的 這個位置是一個幅畫 可以這麼特別 顯示到我們體型的結構 這個當然是它說的 講畫 但是我知道 就是由這個畫的出發 去講theinvisible之後 它還會開始用其他 我們日常都有的一些經驗 去講另外一些東西 例如 我所知 譬如那個例子 他們會講一下行山 是吧 講一些我們面對崇高野獸的經驗 那為什麼會有關係 這個有 其實可以講一下 崇高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講 我們其實有相關的宗教經驗 相關的宗教經驗 相關的宗教經驗 都是奠基於一種感受 我們很多時候講宗教經驗 就是有一種敬虔感 崇高感 神聖感 那馬兄就用這一點帶出去 例如我們進到教堂裡面 我們其實未必見到上帝親自降臨 但是呢 例如我們去到這個科隆大教堂 哇很高很高 我們會覺得 哇人怎麼可能做到這麼崇高的東西呢 人怎麼可能做到這麼宏偉的教堂呢 我們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哇人很渺少 哇很厲害 再進一步呢 就是難以言語這麼厲害 只是可以嘩這樣 那這一種的感覺呢 就正正有些近似 我們遇到上帝的那種感覺 就是嘩這麼厲害 難以言語 我們講不到它是些什麼 但是就總是覺得 咦有些東西在的 所以我們試一下 那這個進度就是 首先我們不講上帝那邊 我們分析後 很多觀眾可能都未必 遇過上帝 或者有上帝經驗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些 就是叫做日常的 就是去參觀教堂 或者參觀崇高的東西 很厲害的 很雲偉的建築物 這些經驗 而這些經驗似乎 馬卿都會覺得 他本身顯示了 就是無論 不要說上帝 顯示了某一種崇高感 或者謀異師 某一種宗教感 就算不說上帝 就是你覺得自己 哇很渺少 你給那種很雲偉的東西 一時間滿日了 即一時間爆了你 就好像 我已經不能言語說不到了 就好像我們 譬如我們見到一隻杯 都是見到一些東西 或者見到嚴肅 見到一個人 都是見到一些東西 都是見到一些 可以給我們理性 或者給我們的意識 也好什麼都好概念 把握到的一個對象 我們不會覺得 有所謂滿日 或者所謂很崇高 遇到一些難以言語的東西 即雖然我們見到嚴肅 突然之間很英俊 然後說不出這麼英俊 其實真的類似 我沒有 我沒有試過 即我是異性免者 我沒有試過見到一個男性 另外有 但可能有一些很誇張的 漂亮的異性 我相信有 即有一種 不能言語的崇高感 為什麼可以這麼漂亮 這樣人可以這樣 我想 如果這樣說的話 大自然世界那些鬼夫神 譬如你走到天空之鏡 應該不是人都做出來的 假如人都做出來的話 那這個真的太厲害了 那這個問題就像阿余這樣說 就是我們用很多 就算用機械都做不到這麼漂亮 那似乎應該後面 還有一些大自然的世界 它伸身不適 令到這些東西出現了 鬼夫神功 那樣東西背後好像太神秘 但它是有些東西在作用 即是那種 遇見一個 剛才說的一個具體的對象 我們好像可以把握 可以用概念去 托著它去理解它 但是有一些經驗 就是剛才行山那些 或者是去到教堂 感受到那種崇高的感覺 不是具體哪條柱 或者整個教堂的 具體那間教堂的結構 而是那間教堂 呈現了的那個氛圍 給你那種感覺 慢慢透過建築方式 將你拉向上 然後覺得有一種 昇華的感覺 這些感覺 你不能夠說具體 你用哪一個概念去把握 去研談 然後去理解了它 而有一種總是 總是 好像一方面 他表現了一種 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 不是人純粹理性 可以建構到的 第二就是 它是一種本身 人的那種超 即我們概念 根本就沒有辦法說明 完全去說明 那種經驗 似乎我們去追溯 究竟說這些東西 究竟是怎樣做到 怎樣可能 的時候 我好像想不到 那些東西 所以它會叫做 滿日現象 一個saturated phenomenon 那個意思是 有一些經驗 就是平時的 我們叫普通的經驗 就是我們有 可能這樣覺得 譬如這隻杯的意義 或一張桌子的意義 甚至其他 謀意次上其他人 或世界很多東西的意義 可以是我賦予的 因為我自己的概念 是可以充分把握到它 而且說明到它是甚麼 把握到它 它的意義是可以我賦予的 但是有一些 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去行山見到 偉大的大自然 看到一個很厲害的山谷 大峽谷 或者先說去教堂 那些 我們似乎不能夠 用我們的概念 好好地完全把握它 好像是它會滿日 就是它滿了 整個概念都爆了 而且是寫出來的 就是人類有限的 那種理性概念 是把握不完 我們現在經驗這麼多 所以是寫出來的 滿日的會漏出來 這件事就顯示了 跟我們平時的 普通的水機很不同 這個位置 我估計 還有另一個例子 是沈馬希勇 就是它說 我們性的寬裕的經驗 尤其是那個寬裕的感覺 越來越強的時候 會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似乎 怎麼可能有這樣的感覺 或者有時候 吃得很好吃的東西 可能也有 吃得太飽了 太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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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炎叔的宗教經驗很特別 是啊 就是… 可能真的就是 很多人如果太喜歡吃東西 吃東西可能有愛情的感覺 真的經常說 很幸福 吃得太飽了 可能他們有那個感覺 就是我的概念 把握不完這個經驗 至於我有這樣的經驗 感覺上就是 分析這樣的經驗 就是它這件事的意思 似乎不可能是由我自己賦予給它 因為我把握也把握不完 是…我要賦予那個意義 給那個經驗 那個東西 就跟我們平日常的經驗很不同 當然性的經驗就是其中一種 馬希勇會說 有些人就叫你參選的經驗 就是上次參選 叫你參選 很滿日 上次就要去 那類的 不知道算不算是那些 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台灣也一樣 有人媽祖叫他參選 就是普世的 這個中學經驗 媽祖叫他參選 都是滿日的 所以一定要去 那這個就回來 就是終於我們剛才這樣說話 或者說這些 我們行山 看教堂的經驗 就拉回去上帝 就是因為似乎我們那些經驗 不能夠是我們自己賦予它 意義不是我賦予它 因為我根本就把握不完 於是似乎就是 一定是有一些 我們感覺上 就是那些東西的意思 就一定有另外一個 一個更加崇高更加厲害的存在 可以給到意思那些東西 使得我們感受到 所以那些東西就不是我做出來的 就是跟平日常經驗很不同 顯示了似乎我們會感受到 為何會經驗到上帝 或是更加強大的超越者 就是因為他可以在那些經驗 給予那些東西 似乎是我自己做不到的 這個我猜是媽祖 為何可以由日常經驗到 來講我們的宗教經驗 於是拿到去講上帝 我知道除了這個位置 除了講經驗之外 於是這個位置 也有些東西很特別的 就是如果我們這樣 理解上帝的時候 媽祥會做另一個說法 就是上帝不是一種存在者 我們不會說 現某的先生不會說 上帝是存在 或是不會說 上帝是一種B型 一種東西 就跟我們之前說 英文就有些很不同 可不可以解釋 為何從剛才那段 進度講出來的時候 上帝會變成不是一些東西 或者不能稱得上是B型 或Exist 可以說一下 媽祥講一個很出名的說法 就是God without being 就是剛才延叔提到的 上帝不可能作為一個存在者 去讓人理解或去看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可以 首先這樣區分 存在者可以理解 例如這些 OK這些就是存在者 是一些物質的存在者 但如果上帝是一種存在者 等同於這些物質的東西 似乎他可以讓我們 全盤去檢視 看前看後 那樣 他會發現這樣 其實是低貶了上帝的意義 就是上帝就好像 跟這些東西一樣 這些東西是有什麼特性 物質 會腐腦的 如果我們說 上帝不是物質的存在者 會不會其實是一種理念的存在者 為什麽也還遙 為何呢 功能如果是理念的存在者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理解去把握他 例如有些什麼理念的存在者 例如原方 另一個 Return Script 圓形的Round Square 我記得觀衆未回來聽過 字裡有很出名 backs 是一 ara有圖形 又圓又荒 其實它在現實世界 不可能存在 所以它就只是一個理念上的存在 因為又圓又荒 than 也不會有 但是我們可以理解 但玄方的特性是我们都可以理解到的 就是圆形和方形加上 但是如果上帝都可以等同于玄方这些理念的东西 意味着我们的受造物都可以用我们的方式 我们的范畴去理解到究竟上帝究竟是什么 他充分把握他 这样就显示上帝的意义被低变了 那又不能够显示出上帝作为超越于人的理解能力 以及超越于人的这种 就是用概念把握对象的能力而游去传逐 因为刚才那个讲话就是比如那些满日现象 是那些似乎不能够用概念完全把握的东西 但是于是才能感受到上帝或宗教感觉到人的微笑 就是感受到我很妙笑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对象 如果是圆的方形或者一些具体的物理对象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握到他的就是这样 而甚至可以分辨到这个杯就和这张桌 和Mentos金仔和炎叔是不同的 或者是圆方就是和圆形或者三角形和四方形是不同的 就是可以在具体地理解到那个对象 而并且是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除了它比较荒谬或者它是有什么其他性质之外 但是上帝或者刚才讲的宗教的经验就是 它是一方面我们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另一方面又感受到那个超越于我们的超越性 所以我们可以从人的渺小看到上帝的经验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讨论这个题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的就有计论 我们上一节最后就讲了 为什么上帝不是和其他的b形 其他的存在物一样是同一个level 为什么这群人会说我们似乎不应该说上帝是一种存在者 这么简单 因为上次我可以这样讲就是 某意思上来说如果你说他是一个存在者 其实就会看成和其他的存在者是同一个level 当然他是比较劲一点的 就是他能力上可能是比较劲一点 甚至有些人说是全知全能全善 但是他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being among all beings 就突显不到尤其刚才我们从我们宗教经过分析到 似乎他不仅仅是一个being among all beings 他似乎是更加强大的说法就是 他似乎是使得我们稍后会说下去 就是我们经验到很多东西的时候 那种foundation 他不是其中一个being那么简单 如果你这样看它的时候 就似乎是不够了 而且很容易最终会看成一种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或概念 完全充分把握的一个对象 或者都是有损 就是我们刚才的宗教经过去看到的 上帝或是神的一个特性 似乎Metal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解释 为什么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说 其实可以的 例如我们用human being 这种being来做例子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的意义 可以是灵长类动物 暴雨类动物 但是灵长类 对暴雨类动物这些类差 这些分类 我们都是有所止涉的 可以止涉到 现实里面的一些具体东西 如果我们将God 当成一个b形 就是意味着 我们都可以用类差的方式 去解释它的意义 但是我们会发现 God其实是在现实里面无从止涉的 我们就难以用一些具体的东西 去指清到它有些什么的意义 以及类差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 好像严肃所说 将God 当成一般存在者 同等的程度 level 这样去理解 因为类差的意思就是 我不理由很多不同的概念 去套入它的东西 即是它是被类 或是灵长类 什么类 因为不同类 其实就是说不同的性质 就是说它有 譬如有乳腺 乳腺和乳腺分开两面 于是它有想到有脊骨的 又分开两面 有脊骨应该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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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牙齿的 会分开两面 于是就用不同的概念 其实是区分了 有些什么是在圈里面 有些什么是在圈外面 于是我们不停画不同的 这些概念 就可以画得越来越细越细 最终是标准到 Human being 就是用以下这几个概念 加上去 就画到这些就叫做Human being 是人 但是似乎我们 就是上帝似乎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用 类差充分把握的一个对象 因为如果可以用类差把握的话 就是我完全把握了那些东西 Human being 就是什么 就是符合了A B C D E 这一大堆的性质 这些性质的那些东西 但是如果这样的时候 它只不过是所有存在者的其中一种 而我们是可以充分把握它 但是刚才那些经验显示了 那些满日经验 就是我们不能够充分把握 上帝正正就是 如果有的话 于是 类差充分把握的话 似乎它不是其他B型的其中一种 既不在圈里面 亦都不在圈外面 你怎样画 都画不到它在上帝 在圈中的yes or no 是的 是这样的存在 但它一定在不知道哪里 所以有好问题 就问得好 在哪里 不知道在哪里 在哪里 所以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这样说出来之后 如何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 可能现在观众大家都会问的 就是我们开始说 所谓不可见的 那个例子 跟我们现在说 上帝的概念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刚才说不可见的时候 都是说到究竟有一些 什么叫做 在我们可见的以后 或者是底层托住 所谓可见的那个墙域 那跟上帝 或者跟神有什么关系 这样说之下 于是我要拉回来说 就是 所以其实刚才不是问 今仔问得很好 就是用概念来说 就是有些东西在圈里面 有些是在圈外面 但是上帝就是 不可以这样类分的 用一个类分的方法 就是它不是 它就变成了其中一种B型 那在哪里呢 正常的方法就是 刚才那些圈 无论如何类分 它都是visible 你可以这样说 都是可见的 就是不同的东西 而上帝正正不是的 它是怎样 如果用刚才那个说法 它就是作为那个不可见的 是托住了上面的 所有这些可见的 简单说就是 这些所有圈圈的分类 其实它上帝不在里面 不在外面 如果强行用空间来说 比喻就是 它在下面 它托住了上面的 所有那些圈 使得那些东西 可以是A 或者不是A 但是它是托住那些东西 我想可以这样说的就是 从刚才那个说法就是 有一些意思 有一些东西的意义 似乎是由 不是我们自己赴予的 是上帝赴予的 但是由此而言 引伸下去就是 那我们可以问的 我们反过来说 在一些普通的日常经验上 似乎我们都有一个 赴予一些东西的能力 一些东西有意义的 一张杯 一张桌 最后来说是一张杯 那我这个能力怎么来呢 那当然 今晚圣公就会说 既然我们在那些极限经验上 在那些满日经验上 可以感受到 知道到有上帝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说 其实似乎 刚才那种 我们有悔意义 给一些东西的能力 不求回报的 送给我们 由这个说法去说 所以最终 所有东西 譬如升华圈那些 圈内圈外 那些其实是那些东西的意义 就是它是怎样 它不是怎样 而为什么它可以有那些意义呢 就会变成是 因为上帝 赋予了我们 给一些意义的东西 基于能力 于是可以感受到 上帝在这个位置 意义下 它托托住 使得那些分类 那些存在 那些可见的东西 有可能 上帝在这个位置 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 或者一般我们会说 究竟这些东西有意义 其实意义 就是相应于一个 能够看到 或者感受到 那个意义的存在者 就是我们 就是所有 杯座的一只杯 就是相对于 我们能够把握到 杯这个概念 或者能够看到 或者感受到 用到这个杯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始终都是回去 以下的主题 或者我们能够赋予 或者起码是 对应的 一个客观意义 和一个主观感受的意义 或者是 吸语的意义 的那个主题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对应 才能够说到 究竟什么是意义 即意义不是飘浮在空中 即是对到人 或者生日两个人 如果这样说 但是刚才 所以说法就是 我们可以再问 究竟这个意义的所谓 correlation 或者意义的所谓 对应 就是有一个意义的存在 和一个能够感受的意义 或者吸语 或者把握意义的存在 这个对应 是怎样来的呢 源头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就发觉 即是怎样可以有意义 和我可以感受意义 这个对应是怎样来的 甚至这个对应 是普遍于所有的感受 普遍于所有的经验 所以那个说法就是 当我们问这个结构的源头的时候 即是人的经验的源头 甚至可以说世界的源头 即是世界作为有意义 即是世界作为一个意义对象 以至于我 对应于我作为感受到世界 这个意义的对象 的时候 这个源头是怎样来的呢 那我们就发觉 不是很把握到的 不能够将它看成 另一个意义对象去把握 因为这样就会回到 那个累叉 那个区分的方法 所以最后就会推出 其实有一个上帝 或者有一个神 是人超越的 绝对地超越的 是赋予了 即是给了这种能力 用来去让这个世界 或者让意义得以可 因为有些作家觉得 这个无法解释 就是为什么我刚好 可以给了一些意义的东西 就是我说 就是人有这个能力 这个就是starting point 是个开始点 但是孟昌雍就会说不是 因为他从其他经验中 已经知道到是有上帝 那他就可以在这个角度去说 我知道孟昌雍就会说多一句 就是不要紧 于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上帝可以等于爱 或者他就是爱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其实孟昌雍 如果哲理上说很复杂 不过我可以尝试用一个例子 去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经常都会用神这个概念 就是女神 为什么我们会说那个是女神呢 为什么那个女神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呢 我们尝试分析一下这个女神的经验 女神呢 我们会觉得她是很正 正到难以言喻 那女神的特性呢 你老婆知道的嘛 你老婆知道的嘛 我老婆就是我女神 不过结婚之后 就已经没有神性感了 没问题的 就是你会发现女神呢 她跟你如果建立了一个关系 就是你当她是神那样拜 你人生的意义呢 就不是由你自己去决定了 而是女神告诉你 喂 你要做些什么 你就会觉得 哇 是哦 我这样做呢 我的人生就充满意义 在这个意义之下呢 这个讲法之下呢 我们会发现 女神和兵 我们叫做兵 OK 她的关系是怎样呢 就是女神呢 会赋予意义给个兵 令到个兵呢 知道她人生的意义 以及方向是怎样 那回回去呢 为什么我们说 女神和兵 会有这个关系呢 是奠基于什么呢 哈里 就是爱 OK 那用这个比喻 这个类比的讲法呢 可以理解 马希腰的整个思路呢 就是透过爱 建立了这个关系的时候 从上的 刚才余世的讲法 就是超越者 就可以赋予意义给一些 相信超越者 或者感觉超越者 是超越者的那些人 就是我们 是的 但是这个讲法呢 我们用女神的讲法 只不过是一个类比 马希腰呢 没有这么说的 没有研究女神的经验 不过他的讲法就是 但是我们可以赋予不同事物意义 赋予人不同的意义呢 它背后 其实应该都是奠基于一些根据 这个根据就是 我和那些东西建立关系 之后我就会给他意义 它有一个例子 都是一个类比例子 就是威尼斯很漂亮 威尼斯很漂亮呢 这个例子有什么特性呢 威尼斯本身就是在这里 但是当你爱他 你和他建立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给他一些价值 意义 就是很漂亮 就是你不爱他 他只是普通在这里 没什么特别的 也不关你自己的东西 他为什么可以很漂亮 为什么可以有意义呢 因为你爱他 是吧 我估计这个讲法 就可以使得引申到一个讲法 就是 所以turn out 这些意义怎么可以传门在这里 就是因为有上帝 而为什么这些意义呢 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爱他 不爱他就没有意义 如果既然上帝就是一个根据 所以我们可以将上帝就理解成一种爱 我估计这里我最后可以有个总结的集合 就是我们讨论完之后 发现 孖希雍说的这种上帝形态 是和其他的理论 英美哲学 或者之前其他古典的哲学 是很不同的 它不是一种东西 我们去崇敬 它是一种说它创世的 做了世界的东西 或者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超越的存在者 它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反而感受它的时候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每时每刻 看到不同的杯 有意义的东西 或者看到你的女神的时候 每一刻你都感受到那种爱 那种意义 而一刻就等于你感受到上帝 所以上帝在这里写着无处不在 就是每一个日常的经验 或者超越的崇高的经验 都是对上帝的一种经验 那我们这一集 就尝试完结了 我们整个对上帝的讨论 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回来 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 上帝可以是什么的回事 接下来 接下来 吃点 我们下个道路 感谢观看